美丽词曲 美丽词 音乐 美丽词曲 音乐 美丽词 音乐 美丽词曲 音乐 美丽词曲 音乐 美丽词曲 音乐 《音乐》 音乐 美丽词曲 音乐 所以他每次做的时候 他自己会去的表演 就是周末 我跟老板聊完天 其实我其实就是最近在做事和他一样 就是尽量把我们家的布置一点一点 慢慢慢慢的都调到是一个我自己花心思 和让我自己觉得舒服的地方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当经济不行的时候 所谓的文化以及这些小新鲜的东西 它就会得到发展 因为你就在想啊 如果你像我们1516年的时候 那种新鲜向龙 你随便一个PPT丢出去 你融资就可以融到这么多钱的时候 你哪有时间在那跟人家聊什么 什么海盐味的酱油味的冰淇淋 你根本就没这个时间 对 就现在你好像很多的生活 就被按下了一个slow mode 就是那种慢速的那样的一个键 然后所以因为这个按键按下去了 你才能够去欣赏很多东西 这个也是你看为什么最早台湾 会有小星星的这种文化 就是也是他们你像最早亚洲四小龙 然后到后边 就是整个经济好像发展不太动了 所以大家开始去能够 appreciate跟欣赏这种比较简单的 我up 和我们的年轻人 从前提到关键 他说这个让一详你 我改变了 有什么快度 有什么快度 冰淇淋 有什么快度 丁丁晚天腿 谢连怒不可遏 拔出他胸口的剑 郑玉再次一剑 却发现剑上没带出一丝血迹 刹那他心头血亮 调转剑锋 一剑斩下这白衣少年的头颅 不意外 但谢连还是横起 长剑在这软啪啪的头颅和身体上乱戳一起 锋利的剑气将一具皮囊化得粉碎 他还不几狠 封信看不下去 拦他道 便想这就是个壳子而已 看上去就像是谢连在残忍屠戮自己 画面多少令人不适 谢连闯了几口粗气 丢开剑坐到一旁地上 这个锅炉特别的老旧 因为董事会不想换不想花钱 所以他一直是处于一个半失修的状态 对很危险 你必须对时不时的 你又得让这个锅炉再燃烧 就是你不燃烧 这个冻住了就更完蛋 管就冻裂了 同时你又不能让锅炉完全燃烧 长期的燃烧 因为长期燃烧一是很消耗能源 对吧 就很狠地炸掉了 然后捷克问管理员说 锅炉的上限是多少 他说应该是200多 但是这么多年年久失修 我其实也不知道在这里到底能坚持到多久 所以锅炉它一方面是一个酒店的 像心脏一样的给酒店供血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酒店和捷克两个定列放在一起的话 锅炉就是捷克的心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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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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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我还没追上罢了 赶紧拉扯回思续 他一边在地里干活 一边私底下试着和风师通理 虽然花城说了 让他不要再靠心风师那群人 但谢连还是做不到 这几天 他试过无数次 然而没有一次成功 摸捏数遍口令 那边毫无反应 一片刺激 于是他转了门道 但要再说 谢连却忽然到 什么声音 在天降巨矢的轰隆轰隆中 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声音 正在快速逼近 咔发咔发 咔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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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就是 我快做了贼 还跟老太太抓包了 记得当初我问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还听阁下开图 说阁下和那黑水旋轨不熟 一定不知道他的叫了来着 可否麻烦知会那位旋轨医生 要是他没杀清雪的话 请把他放回来 后来终于没消息 就三天来一趟 一个月来一趟 到前不久 一年也有来个一趟 他一直觉得 当初几一线那件事 你们之间有误会 想听你解释 好 哥哥 别动 小儿 已经是了 系列站起身来时 摇手已经脱起了 一个呼楼 看到 是吧 看这股像 生前 双腿球长 绝世家人 埋骨于此